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7月4日 星期日 我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个呢 最近几天 老有人想让我说说的一件事 那就是呢 特别丢人的一件事 是中国航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 兼董事长 他叫张陶 他呢 把两位院士给打了 这件事 真的是挺丢人的 挺不可思议的 我第一次呢 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不可能 就是第一呢 你说他是堂堂的一个 中国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那这个公司 他是一个什么公司 从这个名上 你一听呢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 很有来头的一个公司 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国有企业 应该是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又是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就说明 从他这头衔就看 这公司就小不了 那这公司是一个什么公司呢 然后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这个公司 这公司呢 是成立于2006年12月 2008年3月正式运营 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20亿人民币 120亿啊 这得是一个多大一个公司 对不对 这个人他叫张陶 他等于说是这个公司的第一把手 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这个公司 他是一个投资控股公司啊 我们一听他就是管投资的 然后呢 他注册资本是120亿 他管理的资金规模达到2240亿人民币 旅行的是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赋予的 产业浮化呀 资源整合呀 战略并购啊 投资融资啊 等这些职能 这些全都是些大事啊 你说你堂堂的一个啊 这个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而且还老大不小了 他是1964年出生的 今年都57岁了 你干这种事 57岁 7岁的孩子能干的事 然后他能干了 我一开始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真的吗 我再继续观察观察 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结果呢 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越吵越热越吵越热 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都非常的这个激烈 然后呢 涉案的另外两个人呢 一个是叫吴美荣 今年85岁了 是一个院士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叫王静年 今年55岁 也是一个院士 请注意这院士 大家不要误解 听起来呢 好多的报道呢 都挺误导的 说这是国宝级的院士 其实呢 这俩院士啊 他并不是什么中国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等 那就是中国的 一个国家的顶级的 科学机构的院士不是的 他不是 没有那么高 那他是个什么院士呢 是叫国际宇航科学院 国际宇航科学院 简称IAA 那这个国际宇航科学院 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它是一个致力于 扩展空间前沿的 非政府组织 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非政府组织 甚至和中国都没有关系 根据维基百科 他是1960年8月16日 建立于瑞典的斯德格尔摩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 非政府组织 这个网上呢 对他的介绍并不多 其实这个组织也不是那么重要 他的院士呢 含金量并不高 那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中国航天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的这位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张陶 他想呢 今年2021年呀 进入这个国际宇航科学院 成为一名院士 他想成为一名院士 然后呢 这个85岁的吴美荣 就是张陶他请来的 他想请他来帮忙 这个吴美荣呢 是一个这个科学院的资深的院士 那这个吴美荣这老太太呢 为了对这个张陶啊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就把另外一位院士 那位55岁的王静年也叫来了 那这个王静年呢 是这个科学院的主席团主席 可见呢 他对于这个张陶 能不能进这个科学院 能不能成为这个科学院的院士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决定权的 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好 他们两个呢 就在6月6号的时候 就由这个张陶 邀请他们两个人 到他的公司来吃饭 那6月6号的下午呢 他们两个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然后就说这事 就说他想成为这个科学院的院士 然后这王静年就说呢 哎我对你呢 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说就婉拒了 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 说他就婉拒了 那他婉拒了以后呢 这个张陶啊 就面露不悦呀 就非常的不高兴 然后呢就跟他吵起来了 可能就说哎 我怎么就不合格了 什么之类的 反正两人就吵起来了 你想想就为这么个事 老大不小了 一个57岁 一个55岁 能吵起来 就这两个人呢 我就认为啊 他们两个的情商就够呛 说话呀 肯定也不行 然后对情绪的管理呢 也不行 就这么点事 还能吵起来了 这是张陶呢 更够呛 说是当时 就露出来了 要动手打的这种迹象 要做事殴打 然后不是很清楚 这个做事殴打 是一个什么意思 媒体是这么报道的 不排除这媒体 我告诉你 炒作 夸大 挑事 你知道吗 尤其是在中国 发生这件事呢 这些媒体 他的历程是哪 他什么历程 对吧 是反重的呢 还是挺重的 这都说不好 如果是反重的话呢 他有可能这些用语 他就挑事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们暂且先说啊 就说在这个席间 这个张陶呢 说是很不悦 两人吵起来了 然后呢 做事要殴打 但是很显然 在席间就没有殴打 完了以后呢 85岁的这个呢 就一看这架势呢 就很害怕 然后就说 哎呀 走吧走吧 然后呢 他俩就走 那这张陶呢 他也去送他们俩 那去送的时候呢 就到了电梯 那个地方 刚才等电梯的时候 这个媒体报道呢 就是这个张陶呢 突然就从背后 就把人家这个 55岁的这个王纪年呢 就和人家踹倒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有那个视频伪证的 那个电梯那个地方 都有视频的 那个电梯里面 还有视频的 这是真的 这个张陶啊 看来是250 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了 250 他确实是有这个暴力倾向 他把人家踹倒 踹倒以后呢 对着人家就拳打脚踢 这都有视频为证的 就是确实他干的事 完了以后呢 还把人家 那个85岁 那个老太太给人家推倒 85了哇 你给人家推倒 这玩意没有造成 那85岁老太太 失去生命 没死了 真的是万幸 好就打人家 那后来呢 这两个人呀 就进了电梯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说真的是 就是这么激烈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两个人 怎么让 也不会让他呀 你这公司里面 肯定有保安之类的 应该把派出所都叫来呀 对吧 看后来的报道呢 这个派出所也介入了 但是现在不太清楚 派出所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貌似当时好像没有报警 因为这个老太太呢 和那个55岁的那样 他俩就进了这个电梯 就要走 就进了电梯了 进了电梯以后呢 突然这个张陶呢 又进了电梯 接着对人家 那个55岁的王静年呢 接着打人家 我就觉得 这种事 这里面肯定还有一定的故事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呢 肯定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交流 怎么造成了这个事情呢 发展到这个程度 对吧 但是呢 不管那个王静年呀 他语言上 他是如何刺激了张陶的 作为一个57岁的 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就这点涵养都没有吗 这点自控力都没有吗 对不对 你不管他怎么刺激你 你能去这样动手去打吗 对不对 然后又到了电梯里面呢 又对他进行这个拳打脚踢 完了以后呢 那俩人都受伤了 送到医院 经过医院里面诊断呢 就说 这个85岁的这个老太太呢 被诊断为 胸椎轻度压缩骨折 虽然说轻度 但是请注意 这是骨折 骨折 这就是很严重了 然后呢 腰椎滑脱 哇 这85岁的老太太 你动他 这其实是挺严重的 如果是一点点小的动作的话 哪至于骨折 哪至于腰椎脱出啊 对吧 就说明这个张陶 对人家这个老太太 也是这个动作很大 然后王静年什么情况呢 说多处肋骨骨折 骨折吧 就是打得很重 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 软组织损伤的话 说实在的 还不是很说明很大的问题 但是 他这个肋骨多处骨折 这骨折可说明问题 这骨头可不是说 可大可小的事 他骨折了就是骨折了 给人打成这样 说这个老太太呢 受打击很大 然后在医院里面 情绪很不好 时常伤心的哭 我觉得这有点过分 85岁对这个事情呢 应该是有一个冷静处理 对待这么一个心态和情绪吧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至于哭吧 再说这事好像 并不是一个什么深仇大恨呢 并不是有积怨呢 这件事说实在的 真的是很丢人 那至于的 那至于的 对不对 这件事呢 我认为关键就是在这个张陶 这个人不行 你怎么着 你怎么能到的打人的程度呢 那么打叙手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这个吴美荣 85岁的这个老太太呢 她是1936年出生的 曾担任过航天部计算机 与测控联合公司的总经理 她也不是一般人呢 当总经理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筹备组 筹备组负责人 主任 2001年当选 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 我不知道怎么叫当选 那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怎么当选的 谁送选对吧 后成为主席团成员 他也是主席团的成员 并于2014年获得了 国际宇航科学院授予的 冯卡门奖 这个奖呢 都说不好是一个什么奖 你知道吗 这种非政府的组织 你就说不好 他这些奖呢 他的含金量有多高 就好像呢 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就是听说 我就是在国内呢 就听说 有的时候拿什么酱油醋啊 什么的 获得什么布鲁塞尔 什么什么金奖 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中国获好了不起啊 获得布鲁塞尔的 国际上的一个大奖啊 在国内获个奖 你就觉得说 哎呀 已经也不错了哈 获得一个国际大奖 你就觉得肃然其境 那我出了国以后 我发现 有的时候呢 这种非政府组织 民间的组织 有的时候 他们就组织一个评奖 然后呢 就评个奖 然后你要传到国内 一听呢 他就是一个国际大奖 所以呢 他这个封卡文奖啊 也甭听的 觉得太那样 也许很厉害啊 也许很厉害 也许根本就不厉害 也许就是一个草台子都没准 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中国国内一定是挺认这个院士头衔的 不然的话 这张陶不会动这么大的肝火 因为人家拒绝不让他成为院士 而动这么大的肝火 大大出手 他一定是他的含金量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含金量吧 起码国内是认 对吧 你说他已经做到了管理两千多亿资金的这么大公司的一个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这已经是很成功人士了 你去在乎一个产金量不高的草台子的院士干什么呢 就说明啊 是不是草台子不说 但是呢 中国肯定是认 他有了这头衔以后呢 对他会有挺大的帮助 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那个王晋年 王晋年今年呢 是55岁 长期从事航空航天摇杆技术与应用工作 曾担任中科院摇杆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副所长 中科摇杆科技集团董事长 2020年起 任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摇杆学院教授 2016年入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2017年当选IAA的主席团成员 我刚才说他是主席团主席哈 看来不是主席团 前一个报道说他是主席团主席 他只是一个主席团成员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250 这老25 他叫张陶 1964年出生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正高级研究员 他已经是正高级研究员了 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计划经营部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处的处长 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规划开发部总经理 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党委委员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经营投资部副部长等 现任航天投资困股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 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 你看 他们这些人呢 都担任过这个行政职务 然后呢 他们的学历都很高 在这个科技领域呢 应该也有一定的这个建树 对吧 但是呢 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就认为呢 这几个人啊 全都情商低 情商低 这些个科学家们 你知道吗 你别看他们 就是在科学上面 可能是挺成功的 有的时候 中国呢 喜欢让这些科学家们 给他们担任行政职务 这个科学家 不需要这个情商太高 智商高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你要做行政工作的话 真的是要 情商高啊 你要能把这些事情呢 人啊 都能够管理好 你要明白 人的心理状态呀 各个方面 你如果说别人在火大的时候呢 你能给他降成小火 大火降成小火 小火呢 降成煤火 就是你得有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这种本事 这个是需要情商的 如果你没有情商的话 真的不适合于做行政工作 他们几个呢 别看他们做了行政工作 但是呢 他不见得适合 就是情商低了 能干出这事就是情商低 那个王几年的55岁的 说他想加入进去 那你能不能把这事呢 你拒绝他 你能不能好好说 就算是他那个火大哈 火再大 你想了到打人的程度 我觉得呢 对方也是有责任的 不是说这事呢 如果到了法庭上 他有这种刑事的责任 不是说内责任 就说这事呢 如果他情商高的话呢 不至于让他升级到这个程度 对方他一定 他又不是一个野牛 对不对 他又不是个野牛 他完全没有自控能力 也不是 他如果说这人 他是一个说 任何的两句话说不上 就开始打人的话 他哪能做到这个程度呢 他还不得在公司天天打人 天天跟别人动武啊 对不对 他肯定也到不了那程度 但是这件事呢 主要的责任 肯定在这张桃是没错 因为他是打人的呀 你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人的 对不对 然后你这么高的级别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一线的工人 你就是一个粗人 也就算了 别人呢 两句话一次级 然后呢 你就跟个蛮牛似的 你就活了 这还说得过去 可是你不是啊 你不是啊 对吧 这个真的是 现在呢 这件事情啊 我为什么今天说呢 因为这个中国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他们现在做出来一个决定 这事呢 从6月6号到现在 都已经快一个月了呀 在网上就吵了有一个月 但是呢 他仍然在工作 没有被停职 更没有被免职 他仍然在工作 那今天呢 他们就做出来一个决定说呢 让他停止工作 配合调查 这个集团公司 已经派出调查组 对事发当日下午至晚间的整个事件过程 进行全面的调查 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 进一步的严肃处理 而这个张陶呢 暂停履职 配合调查 做出来这么一个决定 那我还看到呢 这个媒体 就到他们单位 去了解情况 结果呢 他们单位的工作人员 回应说呀 说事实与网传的信息 有些出落 我就说嘛 这些媒体啊 天油加醋 夸大事实 且事发后 派出所已经是介入调查了 结果还没有出来 公司已经将这件事情上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这是之前的一个报道 今天北京时间7月4日 就做出来一个最后的决定 派出调查组 对这事呢 进行调查 然后呢 让他暂停履职 配合调查 这是这件事情 那派出所就介入了 打人 这是肯定的 那么多骨折 连老太太都骨折 好 这就是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丢人 很丢人 但是呢 世间人对吧 形形色色 就像我说的 一定是这个情商低 对于这件事呢 能够发展的这么大 他们仨人呢 我认为全都有责任 但是呢 对于打人受伤的 就是这张涛的责任 你再怎么着 你也不应该打人 然后我就想说一下呀 就这么一件事情 就海外的这些媒体呢 反正是中国任何的事情 他们都能够上升到这个中国政府 整个的共产党 习近平都能上升到这个高度 其实你说你在中国出了这样的250 对吧 跟习近平有什么关系啊 跟整个的共产党这个团体 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你就算王岐山和立克强打起来了 这个都跟中国共产党整体 其实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一个个人行为 不是一个职务行为 跟系统也没有关系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